哦 原來是你忘記的問題 好 哈囉 大家 我是RUS Check 然後 Everything in RUS 是由RUS台灣做的主干 那 RUS台灣在每個月都有 Meetup 然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只有可以來參加 那如果對RUS台灣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網查RUS.PW 那就可以找到更多的資訊 那請問一下 好 大家好 非常榮幸參加這次 創作文化的主干 到我這裏 就見 好 然後 非常榮幸參加台灣的台灣聯會 我是從大陸過來 然後為了參加這個台灣聯會 因為我沒有辦法辦自由行 我只能是辦了一個團體遊過來台灣 然後在台灣的會議之前已經 游了七天台灣了 哈哈哈哈 然後呢 然後在台灣這邊經濟的什麼 暴雨 避石流 地震 但是我還是蠻幸運的我個人的感覺 然後我發現這個 這個島嶼真的是非常漂亮 非常喜歡這裏 好 然後今天我給大家來講的就是 怎麼使用RUS來構建一個分布式的 事物性的一個PIN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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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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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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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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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老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基于在看TV,或者基于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PVM的数据库,我们能干什么事情 首先,来说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像EQQ的一个这样的数据库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这里可能是,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自己去构造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有的,自己做过一个数据库的,或者一个分布式数据库的 然后可能会有这样的,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其他其他问题,就包括什么 第一,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数据存在我们的电脑上面,就是存在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数据库产品 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并不是一个memory的数据库,可能会存非常多的数据 然后你这些数据是要存到硬盘上面的,然后你去把你的数据存到硬盘上面,这是我们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当你存到这一个硬盘上面之后,你会面临第二个,就是假设这个之前看掉之后 你必须,你用你这个分布式的,你必须要通过另外一个,起另外一个服务来对外提供服务 所以说你怎么去做你的包括招论,也就是说你做你的工作 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个transaction,这是一个事物性的transaction的一个区别数据库 然后怎么去提供一个ACIP的特性的保证 然后还包括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个数据库产品,是个server的一个应用 然后包括我们的作务端,怎么去跟你的server进行交互,就是contination 然后还包括,因为我们这个分布式的一个应用的话 你的分布式组件非常多,然后你的哪一个组件出的问题,我们要快速知道 然后包括什么monica这些东西 然后当然的话,其实并,上面只是我练了一些的,我们需要做一些困难的事情 然后实际情况,我们的挑战会更多 包括怎么去提升你的分布式的一个,怎么去测试你的分布数据库 怎么去提升你的数据库的一个性能 这些东西,不过这里,都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时代的范围太大了,而且我时间很健康 所以说我只能就讲一些相关的一些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即使要解决上面的这些点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 然后举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泰推 就是我穿的泰推这个产品的话 从地下到现在,其实已经开发了三年 然后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在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说它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PVL,一个数据 而且用在一个非常多的生产环境里面 但这的话,我们还不能够遇见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实,如果当你其实,阿多数还是这样方面的 相关的多问题 然后呢,但是呢,我们怎么去 因为我刚才业大非常多的一些困难嘛 当然我们怎么去做呢 其实中国有句俗话,其实这个时候叫做万丈标楼品地器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其实就是,英国卖一个派的,还是有点快乐防雷神 也就是说,我们命令这么多困难的话 按我们怎么去做 其实也就是说,其实我感觉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一层一层的这个设计 就像去房子一上的,从底向下 一层一层的把自己的技术打好 然后慢慢的做到一个分布的处理处处了 然后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分层设计 然后,在开始之前呢 首先,当然是要选一个lambra 然后在开始,开TV的时候 三年前,三年前的话 RAS其实还不是为像这个火去玩 那个时候,其实RAS才1.0的版本 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我们当时在选拟做TACV的时候了 我们就一无缓缓的选拟到RAS 为什么当时是比较了几个东西 选CDR,大家都知道CDR点名的有罢课 然后其实是 我更感觉就是 他们 因为任何生意见 都能以为任何不同的CDR都能够出来 而且CDR什么Apply Cointer啊 或者是PDMembers那些东西啊 就非常免购 其实你稍微的处理不好 就是会很容易去开理系统开理的 另外的话就是Java 然后我们公司是点名的 不怎么喜欢Java,是喜欢Go的 然后所以我们就低 然后结法Java还不在外 然后我们是非常点名的 就是Go的一个本词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Go的话这个问题 它是有TC的问题 或者它的功能标过 它的Scheduler这种的 就是它主动的那种Scheduler 其实标过的话 会非常影响 所以说 考虑半天之后 我们决定 我们还是选择Draft 然后这里 我就不会再去讲Draft 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 我是讲迹大家都已经够住Draft 然后呢 所以说这次fork的话 其实是 我只是会介绍 我们怎样去用Draft 然后构建了很多的基础库 然后大家就能拿着这些基础库 去构造出自己的HB 出来 好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 首先 这个事情就是说Scheduler 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把我们的数据 存在我们的硬盘上面 通常的情况下 当你的数据存硬盘的话 其实是有两种 其实现在的话 应该是有那种非常空的 数据结构的 第一种叫做B加数 大家应该都非常比较熟悉 尤其是熟悉MyCircle 或者 就是知道MyCircle 它没有Db的话 就给你一个B加数的一个结构 然后 或者是 Widehacker 也可能是可以 B加数的这种的数据结构 大家都知道 B加数的话 它就是 反正它是一个数 然后它的数据是存在 它最底下的一些几个点 然后B加数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对你的数据的 像你的Schedule 这种操作 就是你要扫一大线 一大线的数据化 因为它是一个固域 可以开始谈一下能够出来 就是4K 4K这样 所以我们会非常的快 但是呢 B加数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当你的是random update 也就是说 你会找到非常有的配置 比如说你的分裂 配置分裂这种话 它会影响比较熟悉性的 所以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也就是几个另外一个数据结构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早的一个 就是叫ISM tree 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说 ISM tree 其实相比于B加数的话 它就会干的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 首先假设你 你要对你的任何数据 进行这个固域 它会首先写的一个WL 就是说 它会把你任何的 写的一个WL5件里面 同时把你写的一个Memortable 这个Memortable 通常的情况下 是个Skip list 然后呢 当你的Memortable 达到一个预值 比如说我们的Memortable 可能是512兆 或者128兆 达到一个预值的时候 就会把它变成一个 Memortable 当你变成一个 Memortable 之后 然后ISM tree的话 它能够在扣台 它会进行Flash 它能够把你这个 把你这个Memortable 给Flash 到一个叫做Lever 0的一个 就是 它的一个 嗯 它能够到硬盘 然后在LSM里面 叫做Lever 0 当你Level 0的话 就是当你有几个Level 0 之后 它会做一个叫做 LSM tree里面 它会做一个叫做 compaction的概念 它都会把这几个的 就是说SS 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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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几个SST文件 把这几个SST文件 合并成一个另外一个SST文件 放到Level 1的下面 所以说对LSM tree来说的话 它除了Level 0 它可能是多个SST 任何的一个SST文件里面是有序的 但是多个 在L20里面 呃 SST文件可能是无序的 但是呢 任何的 除了L20 L20以外 L1 任何的L1到至少了L2 以及更下层的话 它的所有的就是一层 它都是有 它的L SST文件之间都是有序的 SST文件里面也是有序的 所以说 大家可以知道 这L1它是典型的一个 通过一个 将你的随机的写 通过一个叫做Memory Table的话 在Level Station里面 组织成了一个顺序的一个写 然后刷到一个 再顺序的 刷到磁盘里面 来解决到之前 Btray的一个 就是随机写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也就是说 大家其实可以知道 也就是说 现在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 就面临两种选择 要不就选择 不好意思 谢谢 要不就选择Btray 要不就是选择LSM 然后呢 对于泰克文来说 我们选择什么呢 我们就选择LSM 就是这个 这个数据库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了解过 要ROXDB 要UP ROXDB 它是一个现在业绩 用的非常广的一个 LSMTray的一个数据库 它也是Facebook做的 然后其实应该 它应该是一个 大家非常多的一些 现在的一个KVL的数据库 或者一些分布式的系统 都是采用的ROXDB 包括无论是我们的TiDB产品 就TiKV 还是CocoRocciDB 还是包括YugaBi 都是采用的ROXDB 但是ROXDB的话 它其实 它应该是用了LSMTray LSMT 它虽然说能解决你的随机写的一个问题 它还会引入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什么 大家可以知道 我前面说的就是 它每层的SAT 当超过一个预值的时候 它会做一个叫做Compaction的一个操作 它就会把你的多个SAT读出来 然后做一次Compaction 然后再合成一个新的SAT 打到下面的L Never下面去 所以说这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写放大问题 什么叫写放大的 写放大其实也就是说 假设我只给我的磁盘里面写入了100byte的一个数据 但是我观察到我的磁盘 怎么会有1k的数据写下去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写放大其实就是10倍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的写放大越大的话 其实你的硬盘也是扛不住多少写入量的 所以说为了解决ROXDB的这种写放大问题的话 我们做了一个另外一个数据库 叫做Titan 基于ROXDB做了一个叫Titan的一个数据库 它不同于之前的LSMTree的一个做法就是 当它在Memortable进行Flash 或者做SSDT Compaction的时候 它会做一个典型的叫做KV分离 KV分离的话 大家可能就是应该比较能够理解 也就是说 之前的SAT里面是存了一个P 一个Value 如果你的Value比较大的话 这个写放大就会非常的严重 然后我们就干的一个事情 就是当你在Flash或者Compaction的时候 我们会把你的Value移到另外一个Vlog文件里面去 然后这样的话你的SSD里面 只会是存放了一个Key以及相关的Value的一个Meta形 这样的话你的整个SSD的数据量就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的话你的写方大就会很低 然后做这个操作之后 就是Titan的话 其实就是会有非常相比于ROXDB 我们应该是至少能够有至少5到10倍的一个写方大缩小 所以说做这个之后 我们就对外提供了一个RASA库 我们叫ROXA ROXDB 大家其实就可以使用这个库 如果你只是想做一个单机的一个KValue数据 用ROXDB的话 或者同时使用Titan的一个设计的话 大家直接可以用这个REPP 但是我前面说的是ROXDB 它只能解决的是你把你的数据存在单台机器上的问题 然后如果你这台机器如果挂掉的话 那么你就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所有的数据就丢掉了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做另外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ForeTolerant 也要做容错 也就是说即使我这台机器荡掉了 我的另外的机器能够立刻起来对外进行服务 对容错的话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数据的一个冗余备分 通常情况下 现在在这里代表选择的是个ROX算吧 大家再做到有谁数据ROX算吧 ROX Consistent Algorithm 好 那么这里可以稍微再讲一下ROX 假设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节点 大家都知道 这个节点我们存我们的数据 如果我们这个节点如果当了 那很显而易的事情 就是我们所有数据怎么这样当了 就这就没了 所以为了解决这种问题的话 我们就会采用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复制 在MyCircle里面 或者PostGrowthCircle里面 就是早些PostGrowthCircle 大家都知道复制的话 为了性能都会采用 这样的Athinkerreplication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我们的一步复制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 类似于这样 我就是说写A B C三个值 然后它可能就是每一个log 然后它可能复制过来 一步复制它有个好处就是说非常快 但是一步复制的话 非常大家都知道 非常就是说问题就在于 如果我这时候我的主的Master这个节点当掉之后 我的Slave节点 新选变成新的Master 但是我最新的数据可能丢掉了 这是我的就比如说这个例子里面 C到等于几 我其实是不知道的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MyCircle其实在5.6 比如了一个Sinkreplication 或者有另外一个做法叫Sinkreplication 也就是说我采用同步复制 同步复制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客户端给我的这个主节点 写入任何的一个值 我这个值必须同步到我的Slave节点上面去 只有同步成功之后 我才会给客户端返回我这个值写成功了 好 这样的话也就 这样的话大家就知道 就让我的Master和Slave都有相同的一个数据 这样即使我的Master当掉之后 我的Slave仍然能对外提供服务 然后仍然能保持我的数据的一致性 但是呢 Sinkreplication还有一个过理就是 假设我现在只有两个节点 如果我的Master当掉了 我新起的Master 又变成了一个单一的Sinkreload 这其实是对外的服务 你的服务的保障 其实是不高的 这样的话 如果你的这个新的Master 如果又当掉的话 你对外仍然没法提供服务了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 在分布式里面 其实有个就是二人加一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荣于某一个 荣于N个节点挂掉 你的系统能力 仍然对外提供服务 你至少需要二人加一的给你 然后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架构变成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这里 我们就是假设只能 荣于一个节点挂掉 我们系统能力 对外能够建造对外提供服务 这时候我们就是Master 然后Master两个Slave 然后Master两个Slave 因为我们只需要保证的是一个Slave 它有最新的数据 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将我们的FailOver Master真的挂掉的时候 我们选哪一个新的Slave当Master 大家可能显而易烦 就是说我们一定会选最新的 有最新数据的Slave 当新的Master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 但是呢 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Slave 它是有最新的数据 这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稍微再说 然后 在分布式系统里面 还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叫做脑裂 脑裂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说假设我这时候Master 还要对外提供服务 但是呢 它其实是网络 它跟其他的一个集群 它已经断了 已经断网了 就是说已经出现了网络隔离 它已经不知道其他集群了 这边其他的集群的话 它可能已经连不上之前的脑的Master 所以说它这时候干的一件事情 它就会选出一个新的Master来 然后对外提供服务 然后但是呢 这时候老的Master 它仍然可能会对外 因为有些客户呢 还是分别到一些老的Master上面 它仍然会选取一些数据 然后这样的话 就会变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可能你会打破系统的 叫做Neonatability 就是线性移植性 比如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设这时候 我这之前这个A 它等于1 这个值 在新的 但是呢 在新的Master里面 我已经把这个A的值 改成2 这时候老的Master 如果对外仍然提供一个指图 可能会提供一个读解服务 这时候或者提供一个止读服务 然后客户团读了A等于E出来 这其实就是在一些 对系统要求 就是数据要求比较高的业务场景的话 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在分布式的领域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 就是它打破了一个 叫做线性移植性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读到了一个 在我 我读到这个老的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 在其实之前已经早就改掉了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当你的一个系统 上升到一个分布式的一个 分布式的一个系统的时候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呢 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我们就这里就会引入一个东西 叫RAFT算法 RAFT算法 其实大家都 这里简单再介绍一下 RAFT算法其实比较简单 它其实主要知道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RAFT如何去选举 如何进行LOG复制 大家其实就应该能够理解这个算法 然后RAFT里面 它有三个就是一个节点 它是有三个状态 一个叫Leader 一个叫Follower 一个叫Candidate Leader其实大家就知道 Leader就是说 就是等同于MySQL MyMaster这种节点 Leader 只有Leader能够对外提供读写Fools 然后呢 Leader的话 它是被集群的大多数节点给选出来的 然后呢 一个集群只有一个Leader 因为一个集群只有一个Leader 我就能保证的是任何一个写 是从这一点进去了 然后我就能够保证 我的数据的完全的一致性 然后呢 当你的系统有Leader的时候 其他节点就全部是变成Follower 然后Follower只会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同步Leader 给你写出的一个日志 然后这样的话 当Leader里挂掉的时候 Follower能够选出新的Leader出来 然后呢 当一个Follower 很长一段时间 没受到Leader的任何一个心跳 或者是消息的时候 Follower就可能会认为Leader里面挂掉了 然后到这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叫Candidate的一个状态 然后它就会选出一个新的Leader 然后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选举流程 然后首先就是大家都是Follower 然后变成Candidate Candidate就是发投票 就是说你们要不要投我当Leader 然后只有集群受到大多数的选票的时候 我才认为我变成一个Leader 然后呢 当变成一个Leader之后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我任何的一个写入 它其实就是一个Log的一个状态复制机 任何的一个写入 它首先会通过一个Draw 它会首先写到Rough的Log里面去 然后通过Rough的一个协议 将你的Rough的Log 复制到多个Follower上面去 然后呢 当我们发现一个Rough的Log 被集群中的大多数节点接收了 我就可以认为这个Log 已经被Committed 就是已经被提交 已经被提交的Log 我就能够运用到 我的整个的一个状态复里面去 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状态复可以认为就是一个Rough Speed 或者是一个什么 你的类传的Hashman 就是当做完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 即使我们之前的一个Leader挂掉 我们有最新Log的 它就会成为一个新的Leader 那当然实际情况下 Rough的算法 简单介绍一个Rough的 实际情况下 Rough的比这个更加符合 然后呢 这其实是我们自己做一个 基于Rough做一个Rough的一个库 大家如果想基于 使用Rough的这个一致性算法 来构建自己的一个 分布式一个数据库的话呢 大家可以使用这个东西来做 然后呢 Rough呢 其实只是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Rough它其实是 单个Rough的一个组 单个Rough的一个组的话 它只能负责的是 最多就只能负责一台机器的数据 但是呢 你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数据库 你会存 你存的数据量 一定会超过你的单台机器的存储容量 就比如说在TiQ1里面 现在我们的生产化 应该是有上百级的 上百级的这种数据量 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一台机器体力存不下 所以说你一定需要多台机器来存 多台机器来存 多台机器来存的话 一个Rough的公共是决定 就是存不了所有 处理不了所有的数据的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会引用一个叫MatiRough的一个东西 MatiRough的话呢 其实就是比较简单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数据分成 就是做杀利 因为我们的数据 一个Rough的处理不了 我们就把我们的数据做杀利 杀利的话 通常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杀利的话 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叫做卡系的杀利 密比较基于Rough的杀利 这其实就是业界通过的两种做法 然后在TACV里面的话 我们是基于一个Rough的杀利 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Key 把我们的所有的KeyValue 按照所有的Key来进行排序 然后KeyRough来进行杀利 然后每一个Rough的杀利的话 其实它都是一个 我们叫做一个Raging 一个Raging的话 就是一个Rough的处理 做这个之后呢 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就会非常方便地去做一个事情 叫做水平扩展 因为我们是个分布式数据库 然后完全可以基于Rough 来做水平扩展 这怎么做呢 假设现在我们是有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就是部署结构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说这个节点 Load A 它可能是有 因为它处理的三段数据 它可能压力会比较大 那么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 我们要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加了 我们新添加的这台机器 那么Rough是怎么做的 Rough的话 其实可以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首先 我们要把 比如说 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部分 从这台机器 搬迁到这台机器 然后做一个完全的水平 一个扩展 就是说 那么我们 在Titoy里面的一个做法 其实就是 首先我第一个事情 我通过一个Rough的 一个协议里面 叫Transfer Leader 首先我会把 我的Leader 从这个节点 Transfer到他 然后这边的话 他的就是Rough里面 他变成 他就成了一个Leader 然后呢 在这里加个 Add Replica 也是通过Rough 自己的一个内置的 一个协议再加了 加完Add Replica 然后再通过 Rough 也就是Rough的一个协议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说 进入Rough的 然后再进入一个Marchive Rough的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非常能够方便的 做一个可扩展的 一个分布式数据库出来 当然的话 其实这个Rough的 最快的话 其实Marchive Rough的话 只是Titoy里面的一个 相关东西 大家如果只是想使用自己的 相关的一些 就是 保证数据一致性的话 完全可以使用Rough来行 然后呢 在Titoy里面 我们还必须要做 我刚才也说的是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 我们要支持一个 Distributed Transaction 也就是我们要支持 一个分布式事务 为什么需要支持 分布式事务了 就假设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讲 现在有两个Rough的Grooper了 这两个Rough的Grooper 是在两个不同的机器上面的 这时候 我现在想启动一个事务 这个事务里面 我就是SetA的1 SetB的2 然后再提交这个事务 那么 在对于一个事务 大家可能会比较熟于事务 对于事务来说 我如果提交了 我只会面临到两种情况 要么提交成功 就是说A等1 B等2 已经写出来 要么提交失败 就是说A不能等1 B不能等2 不可能 一定绝对不能出现 一种中断状态 就是说A等1写进去了 B等2没写进去 或者B等2写进去 A等1不能写进去 这样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 在事务里面 我们如果要实现一个事务 无论是在TekV里面 还是在或者是MySQL 或者Post of Google 我们一定要支持一个特性 叫做ACID 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 ACID就是数据库里面 一个基本的一个东西 叫做Atomic A就是Atomic Consistency And Installation And to Ability 这些东西 但是在分布 大家可以在单机的数据库里面 如果要实现一个ACID 可能就比较容易 就可能用一个锁就行了 但是呢 在分布式数据库里面 如果你要实现一个ACID的话 就是必然会绕不过去 绕不过去的一个 你叫做True Face Code 就是两个阶段提交 因为 因为这次是Roth的一个Talk 然后呢 就是关于分布式事务的东西 我给他会解的 就是只是会一笔略过 就是两个阶段提交 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 也就是说 假设 两个人要结婚 牧师就说 对丈夫说 你也不愿意娶她 然后对新娘说 你也不愿意嫁给她 然后牧师如果都说 都收到愿意了 他就说 好 你们结婚吧 这是第二个阶段 然后如果牧师说 但是呢 两个阶段有个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 当新娘回复的时候 我们都统一了 但是牧师自己挂了 对吧 会是混蛋结还是不结 所以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业界也有很多 这样的做法 就是第一 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其实就是 也就是说 我们会把牧师 通过Roth的算法 或者通过Pax的这样的算法 来做一个高可用 这样的话 你一个牧师挂了 另外一个牧师顶上去 配上来 就能够继续这个分离 然后呢 但是在TypeA里面 我们采用的是另外一种 叫做不一样的做法 我们叫做使用的是Paycolator 这是Google Paycolator 的一个数据库模型 就是数据模型 在这里我就不过多介绍 因为已经超出了 本次Talk的一个办法 好 然后呢 前面我讲的是 如何存数据 然后如何做数据的高可用 然后还包括 如果你做一个数据的 一个scale 就是水平扩展 还包括怎么去实现一个 你的分布式数据库的 就是分布式事物 然后呢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一个 分布式数据库了 分布式数据库的话 一定会设计的就是 多个几点之间的网络交互 多个几点之间的网络交互的话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可能就是通常 写Web持续比较多的话 可能是采用HPB这种协议 或者是 还有一些什么RPC Framework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选的是一个 叫GRPC的这种网络 就是说 RPC Framework 在座这个有用过了吗 这个倒是蛮多了 GRPC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们会选有GRPC的话 主要就是 因为GRPC它用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广 而且是跨平台 跨多种语言 唯独没有RUS的语言 在我们开始用的时候 然后 反正非常有 而且它是基于HP2的 应该我们 当然还是Google 做了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说 而且还 比较 最重要就是它 其实GRPC 它是一个CNCM的一个项目 CNCM我后面会介绍 所以说 因为TitooE也是一个典型的 也是一个CNCM的项目 所以说 为了我们跟CNCM的其他项目 打通 所以说我们绝对采用GRPC 这个东西 然后呢 GRPC的话 它其实就是 它其实有四种API 也就是Ulary 然后Client Streaming Server Streaming 还有Duplex Streaming 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可以不用去理解 然后呢 其实 你其实 任何一个GRPC的效用 其实你可以 就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一个远端的函数效用 其实非常的方便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这里就是一个Ulary的 然后定义一个Service Method 然后我传一个 request的一个相关的东西 然后呢 这里我们在RAS里面 我们使用了一个Future的一个Weit 就是我们发给远端 然后Weit一下 然后得到一个相关的结果 然后关于GRPC的话 其实是 不会过多的介绍 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们使用了一个 我前面说的是 在我们开发TiKV的时候 有 说错了不好意思 其实是有 GRP的RAS实现的 但是是很非常过敏 所以说 我们基于GRPC 自己开发了一个GRP RAS 这个其实是已经在生产环境之后 能够稳定去使用的 大家可以完全 就是如果在RAS里面 想使用GRPC 可以去使用这个库 然后再就是说 谈完了就是Communification 我们再来谈一谈 就是说 如果进行我们的监控一个系统 监控一个系统的话 就是现在的话一个流行的一个 刚才叫做Observability 就是可观测性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这一个名词 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名词 对Observability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三个维度 一个叫做Matrix 就是说 一个叫做Log 一个叫做Tracy 就是Tracy 这三个的话 但是呢 Log我就不用过多介绍了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反正你无论怎么样 就打Log 在RAS里面可能打Log的话 你要不就使用Log库 要不就使用Slog 这个就是EV的一个高性能的一个Log库 然后Tracy 其实现在的话 RAS整个社区 其实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OpenTracy 就是Tracy的一个框架出来 然后另外的话 所以说 我们其实也没有使用 我们重点使用的 就是在Monitoring这里面 我们重点使用的是Matrix 然后Matrix 我们用的最多就是Browme 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应该是现在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监控 就是说实际的监控的数据库 普罗比修斯 然后在普罗比修斯上面 就是说 它主要是有三种的一个 叫Counter 也就是说 技术器累加 然后就Gate 然后这个Gate的话就是 它不像Counter一样 是技术器 它其实就是一个值的set get 这样的一个 就是值的一个显示 然后还有一个Histogram 也就是说 我一个 这里的话其实就是大家一个典型的一个 使用一个 在RAS里面使用普罗比修斯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 我首先会图示的一个Counter 然后名字 然后包括以它的Discrimination解释 然后的话我直接Inc就行了 就这样 然后这个库 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在做的 就是说我们自己在RAS里面 我们做一个RAS普罗比修斯 就是大家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这个库 来进行 就是说将你的就是跟普罗比修斯进行整合进行 好 做这么多 其实大家已经知道 就是说从底下下 我其实已经把就是相关的一些技术站 其实全部都列出来了 就是从最下面的RockCB 再到上层的RAFT 然后再到当然还有一个分布就是Transaction 所以这块的话 这块比比较逻辑相关 其实我们并没有做一个功能库出来 然后还包括我们的GRP在进行通信 还包括我们的就是普罗比修斯进行Monitor 然后会总到一起 就是我们就做一个东西出来 这个东西就是TiKB 大家就可以知道 TiKB的话 其实它整个架构 其实就是这样的 底层RockCB 然后上面层RAFT 然后进行整个你的数据的综余备份 做高考量 然后上面就是MVC 因为我们我们要提供一个分布置事物 这次 然后提供了一个事物的API出来 然后整个的话 跟可烂的是通过GRP在进行交互的 然后TiKB之间也是通过GRP在进行交互的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普罗比修斯 放在这里整个机型的监控 然后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FullerFuture 大家可以知道 可以类似于就是说 其实跟之前差不多 然后这里只是说我们的RAG 可能大家可以知道 你RAG也会切分到不同的一个 分散到不同的TiKB的节点上面去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叫做Plyment Driver 这个节点我其实并没有过多介绍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当你做一个分布置数据库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一个中心节点 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中心的一个节点的一个控制 包括你的数据路由到底在什么地方 还包括 如果你这个节点添加节点的时候 你要把哪些数据搬天到哪个地方去 一定会有一个中心的一个控制组件 在这里我们叫做Plyment Driver 因为它是构写的 所以我就不介绍了 为什么还用构写 主要是因为 实话就是 不知道大家用RAG开划过多复杂的一个项目 当你的逻辑异常复杂的时候 如果你用RAG来写 其实是非常吃力复杂好的 所以说 比如说 在Plyment Driver里面 你会柔杂非常多的一些逻辑 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能不知道开发过游戏没有 通常你开发游戏 业界是会使用C++这本语言 就是为了高效 就是在国内 在大陆的会 典型都会使用C++ 但是你设计到游戏逻辑的时候 就比如说什么 NPC进行交互的时候 大概率它绝对不会用C++ 它一定会用一个叫RAG的语言 就是RAG 其实对我们来说整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当我们设计到一些高性能 一些高扩展用 对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RAG的专门语言 但是当我们逻辑异常复杂 然后性能要求又没那么高的语言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使用其他的语言来进行代替 而不会使用RAG 好 这里就是最后的话 其实也就是说太科技的话 就是我刚才提到一个叫做CNCF的一个项目 大家都知道听过这个CNCF 就是说CNCF的Lative Conjunction 也就是说 它是现在应该是它是现在非常知名的一个 叫做基金会了 其实是我个人感觉 其实已经有赶超阿华奇的这种基金会的一个趋势 因为现在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 最云原生的一种基金会的话 像比如说K8S 就是说大家非常用了Tribalities 就是用了最广的Tribalities 都是CNCF基金会的 然后还包括普罗比斯也是CNCF基金会的 所以说自然的话 太科技其实也是现在是 CNCF基金会项目的一个叫做成员 就是我们去年是在CNCF项目 然后今年已经顺利的晋级成就incubiting 然后我们力至于就是早日能够毕 最后这个就是TICV的一个网址 大家其实可以如果对这个的话比较感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去稍微地访问一下 然后去了解一下 然后的话最后我们再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分布式的一个 就是做TICV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刚前面说的就是 中国有句俗话就是万丈高楼平利器 当地有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组件 就是一个分布式的 然后基础能够支持事物 然后能够水平扩展这样的一个PP组件之后 你在这个PP组件上能够做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个事情 就比如说在PINHAP我们这个公司里面 我们基于TICV就做了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TIDB TIDB的话 TIDB大家可以认为它是个MyCircle的间种的一个Server 然后它是基于TICV 对外提供了一个 它是基于TICV 然后的话它骗的就是一个分布式的关系型数据库 就是基于TICV来做TIDB 但是TIDB它是用构写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TIDB的话逻辑非常多 还是这 然后另外的话 在这边就是大家可以认为这边是TIDB的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们还是基于TICV 我们做了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叫做TISBOX TISBOX的话 它其实也就是说 它会我们做了一个SPAC插件 然后让你的SPAC应用 直接能够访问到TICV进行数据的存储 然后这一套的话 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叫做 我们就built了一个叫做HTAP的一个数据库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名词没有 就是Hybrid 就是Hybrid Transactional Analytic Processing Database 也就是说能够同时支持OLTP和OLAP的一个数据库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知道 TIDB它是个MySQL兼容的一个 MySQL协议兼容的一个数据库 所以说它主要用来处理OLTP的业务 然后这边是SPAC SPAC大家都知道 主要是用来处理OLAP 所以说我们就一定会有一条线 就是当你的数据经过OLTP 就是TIDB的话 进行更新 更新到TIDB TIDB之后 我们这边能够直接的通过 在SPAC里面通过直接获取到Type-KV的一个数据 这样的话我们相比之前的 就是说BT 这种T加1这种的执行 就比如说你通过写了MySQL 然后通过很多PypeLab 或者通过一个SPAC 都是卡夫卡这些东西导入了其他的 导入好多部去 然后进行分析这种离线的导入数据分析 这种在线的 我们提供了一个实时在线的OLTP和OLAP的工作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做一个Type-KV的原因 好 因为时间关系 因为刚才今年 因为我只要直到11点 行吧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这是我们的相关的TIDB和TIDB的一个网址 如果大家感激可以经常去访问一下 好了 谢谢 因为唐刘急得要敢去他的团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要问他的话 我们要打个快 来打个影片 在之后上上 再打个快